大家好,今天我的妆容几个重点我想说一下 第一是底妆,底妆容的是这个 自身糖的这款气垫 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适合偏油一点的肌肤 然后第二 OK,说一下我的腮红 我的腮红用的是这个 Elegance 就是奥尔滨旗下的这个彩妆品牌 Elegance的这个腮红 它家这个腮红其实价位是偏高的 我觉得 但是它家的腮红颜色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其他家的腮红颜色感觉是有点不可取代 而且它持续力非常的好 粉质非常细腻,不显毛孔 值得购入应该说 而且腮红这种东西是很耐用的 所以你说它贵吧 其实它又可以用很久很久 OK,现在说一下我的眼影 眼影用的是这个CPB的这款双色眼影 我很早之前有推荐 它这个是玫瑰色的这个眼影 我很早之前有推荐 它虽然是两个非常浅的颜色 但是当你在用颜色比较深的口红的时候 其实你的眼影 眼部是需要简单 需要淡下来的 这样子会不会显得整个妆容太过于浓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配这个口红 用这个眼影会非常的合适 下面说一下我今天的全妆 我今天用的口红是这款CPB的 很多朋友会觉得很眼熟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噩耗 现在已经没有再卖了这个 所以原来如果你没有买其颜色 或者说你有喜欢的颜色没有买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没有了这个 接下来还有个重点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眉毛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我这种脸型啊 比较大比较圆的朋友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这种眉型 就是像山峰眉一样的 把从中间这样拉高 把整个脸拉长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加上发型的一个辅助 其实其实整体上看起来会 会感觉好很多 虽然还是蛮大的 嗯